皇帝的权力是很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 天底下任何一个女人只要被他看上了,他都会弄到手,李世民做皇帝很称职,但是他也曾经强占了帝席,李隆基更是这样,他看中的是自己的儿媳妇,但抢着儿媳的还有另外一个皇帝。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这里是真正历史,关注我,你一定不会后悔。 这位皇帝就是五代世国时期后梁政权的开国皇帝朱温,朱温出身在平民世家,当时恰逢唐朝遇到饥荒,所以各地农民起义军纷纷起来反抗朝廷。 而朱温看准了时机,直接加入了农民起义军,之后朱温凭借着自己的谋略,一路建功立业,因此得到了当时的起义军首领朱温的赏识。 然而有一次,朱温在和唐朝的合中节度使王重荣交战时,因为对方的敌人太多。 而朱温又派出使者去求皇朝解围,可是皇朝的一位部下因为不满朱温的功绩,所以就将此事给隐瞒了起来。 而朱温在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投降给了王重荣。 而当时的唐锡宗得志之后,非常高兴,不仅给朱温赐名为朱泉忠,还让他当了左京无畏大将军。 此后,朱温建凭借着自己的魄力,剿灭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各镇的节度使。 所以朱温很受皇帝的赏识,就被封为了梁王,手握着生杀大权,成了一位权臣。 之后,朱温野心膨胀,他不甘心于做一个臣子。 于是在天佑元年,公元904年,他就开始发动政变,先是让人将当时的唐昭宗给杀了,而后立唐昭宗的儿子李祝为帝,是为唐哀帝。 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宰相张文位帅百官劝进之后,接受唐哀帝善位,正式及皇帝位。 更名为朱皇,百元开平,国号大梁。 到了第二年二月,朱温就下令将唐哀帝给杀了。 而朱温当上皇帝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倒是能打理朝政,为民考虑。 后梁王朝的军队在百乡一役中惨败后,朱温的意志开始日渐消沉。 他知道李存旭是个力图占尽天下的英雄,而李存旭若想得到天下,就势必会消灭后梁,诸出自己。 彼时,以戎马半生的朱温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鹦鹉之气,他也深知自己因极度的残暴嗜血而导致人心背离。 手中抵御李存旭势力,进攻的实力已经渐微渐弱,不堪长久。 不愿被那些烦恼是虐心的朱温,一时间也没了什么好办法。 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不理朝政,纵情享乐,寄希望于用美色和美酒来麻痹自己的意识。 当朱温看匿了后宫中那几百名橘色佳人之后,便将贪欲的魔爪伸向了大臣家的女眷。 朱温先是借着生病敬仰的托词,住进了武将张全义郊外的别院,然后宣召张家的女眷逐个道病榻前市集。 在养病期间,奉召市集的张家女眷只要走进朱温的榻前,就被她强行拉入怀中,继而大肆引辱一变。 为了保全张家全体老小的性命,张全义和她的儿子只能暗气暗憋,硬生生吞下了所有的委屈。 后来,尝到甜头的朱温只要听说哪个大臣家的妻女姿色美艳,便会用尽一切办法将其强行灵性竖翻。 直令朝中朱臣心生怒意,惶恐不安,生怕要不了多久自己的头上就会绿成一片草原。 可见,朱温这种不得人心,罔顾伦常的做法是多么的恶劣无耻。 天下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皇帝能如他这般因极端好色,而胆敢公开得罪一众秉持忠义的贤臣。 朱温依然儿媳侍寝,而最终死于妻儿之手,成了风流花丛下的亡魂。 很多人都说朱温是天底下最奇葩的皇帝,同时也是天底下最为禽兽的皇帝。 他称帝之后,没什么大的剑术与暴富,偏偏又升起了消极戴政和纵情享乐之心。 不但先把色魔之爪频频伸向了臣子的家眷,最终还狂妄地打起了美貌儿媳们的主意。 这样色欲熏心的皇帝既愧对臣下,又不放过家里的晚辈,自然可用禽兽二字来加以形容。 最开始,朱温偶然间见到了甘儿子朱友文的美貌嫡妻王室。 之后接连几天,朱温的头脑中都充斥着王室那温柔显雅,顾盼灵动的身影,他确定自己看中了王室,于是便倚仗着自己的辈分速度将王室单独召入宫中宴影,陪侍。 后来,爬上龙床并深得朱温喜欢的王室接连吹出枕边风,让朱温答应日后由朱友文来继承后梁王朝的江山设计。 朱温被王室哄得无比高兴,自然就顺势应承下了王室所求。 王室回家后跟朱友文一说,朱友文竟高兴地夸赞了王室,还希望王室以后加倍殷勤的入宫陪伴朱温,以保证朱温百年之后能把皇位传给自己。 没过多久,戈尔席为皇帝老公公侍寝的公为秘文就传扬了出去。 朱温的亲生儿子们听说老爹竟然厚着一口,竟然纷纷决定让自家妻子入宫陪嫁以尽早博取朱温的欢心,日后好利于自己争夺储君之位。 晚年的后梁太祖朱温,竟然荒唐地接受了儿子们的好意。 然而,在几位年轻娇美的儿媳之中,唯有干儿子朱友文的妻子王室深合圣意。 于是,荒唐的朱温便因这个理由而想要将皇位传给干儿子朱友文。 不料,朱温这种意外之举最终惹怒了他的亲生儿子。 公元912年,正当丹鸣于美色而无法自拔的朱温与干儿媳王室在寝踏上嬉闹调笑之时, 他的亲生儿子朱友规境带着一对士兵突然闯入殿内。 朱温见证大怒道,如等禁欲失负不成。 早就被父皇气得发抖的朱友规马上冷笑道, 父皇做出此等猪狗不如之事,皇儿自当替天行道,将你碎尸万段。 随后,朱友规一声令下,十余位士兵抽出兵刃,将朱温当场砍死,为暂时掩人耳目。 朱友规还用了一张薄毯裹住朱温的尸骸,将其草草埋在了寝殿的地砖之下。 至此,一个行径奇葩,畜生不如的坏皇帝就这样结束了其往过伦长,荒唐无比的一生。 身为五代十国首位开国之君,后梁太祖朱温因反世恩人,弑地灭堂,贪纵淫乱,骨肉俱忧而被世人恶评为禽兽不如的君王。 朱温是宋州荡山人,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三。 朱温还未成年时,父亲便去世了,朱母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到萧县地主刘崇家当拥工。 朱母给刘家织布洗衣服,老大,老二放牛种田,朱温放猪。 这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放猪的孩子以后会成为后梁的开国之君。 朱温从小爱使枪弄棒,满勇凶悍,时常在乡里惹是生非,所以乡亲们很讨厌他。 因为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所以朱温深得母亲宠爱,但是在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环境中,他却不安分手挤, 朱母又少不了经常斥责他,恨他不争气,在母亲面前,既被宠爱又被斥责。 在主人刘崇面前,既受人白眼又被责打,这样的生长环境,自然而然养成了朱温狡猾奸诈的品性。 而后来当他投身于天下群雄争霸的滚滚洪流中去之时, 狡猾立即变成了韬掠,奸诈立即变成了质谋。 于是,这个草根青年得以在险恶的环境中屡屡获胜,直至最后成全了他的地业。 朱温年轻的时候十分喜欢打猎,也正是因为喜欢打猎才使他喜结良缘。 一天,他和二哥朱存在宋州郊外打猎,偶然巧遇前往龙园寺进香还愿的大家闺秀张慧。 这张慧是宋州刺史张蕊的女儿,温柔贤惠,聪明美丽,正可谓名如其人。 朱温对张慧一见倾心,便对二哥说,汉光武帝曾经说过,是唤当作执金武。 娶妻当如伊丽华,当日伊丽华也不过如此。 而我未尝不可以成为汉光武帝呢? 总有一天,我非把张辅之女娶为妻子不可。 朱存讥笑弟弟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不量力, 对朱温的这番大话并没有太当回事,但谁也没有想到。 当时一无所有,一无所成的穷小子,日后不仅如愿以偿地娶到了张慧为妻。 而且对这位大家闺秀既宠爱又惧怕,已至成为一段千古传奇的佳话。 唐朝西宗潜伏二年,即公元875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皇朝起义。 十年26岁的朱温与二哥朱存一起参加了农民起义军。 不久,朱温凭着身强体壮,作战勇敢,冲锋陷阵,旅船捷报,很快就在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起义军首领,皇朝新副将领。 参加起义军后,朱温念念不忘梦中情人张慧,因此,他并不像其他农民军将领一样任意将掳来的梁家女子作为自己的妻房。 为了再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他甚至怂恿皇朝出兵攻打宋州,不料宋州刺史张蕊早已离任,后任刺史坚守城池,再加上官兵援军四制,农民起义军无功而返。 皇朝攻下长安,建立大旗政权后,委任朱温为同州防御使。 然而,就在此时,他与因父母双亡而沦为难民的张慧意外相逢。 当时,张慧流落到同州为朱温部下所掠取,见他美貌出众,部下便把他尽献给了朱温。 朱温认出了眼前的女子就是张慧后,不禁欣喜若狂,但张慧却根本不认识朱温,当他得知朱温是自己的同乡。 而且在数年前就对自己轻心不已,一直念念不忘以至于至今未娶时,不禁十分感动。 朱温趁机嘘寒问暖,提出要娶张慧为妻,此时的张慧正处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境地。 见到朱温确实是真情一片,自然不能拒绝。 为了表示隆重,朱温还千辛万苦地寻访到张慧的族书,并按照古里三枚六聘,择即成婚。 可见他对这门侵蚀是何等看重。 虽然这桩婚事一时传为奇谈,但有些反对农民起义军的人对这桩婚姻持反对态度。 更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游诗来嘲讽说,居然强盗时风流,淑女也支付好球。 试看同舟交败日,冥风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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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看同舟交败日,冥风静儿。